大学生了没 台湾市大学 大学是什么 第一届大学杯歌喉站 這個歌喉站也是一部片 一部電影的片名對不對 片名 片名 一部電影的片名 片名 是 然後其實現在選秀節目 非常…多 我們看到有很多很專業的 這個專門參加比賽的 也有甚至歌手也跑去比賽 有 對不對 今天我們就要從一堆這個 爛芋頭當中 沒有… 不… 以前都是比爛芋頭 以前都是好玩的 這次我們認真了 在這個校園裡面比賽 有得過名次才能來比這一次 好 那我們先看左邊的芋頭 有沒有參加過啦 好不好 請問大家有參加過歌唱比賽嗎 圈叉 還要寫出來 你看 海產 進入超級偶像的32不強 萬人海選 最終百強進 萬人海選 選到你 萬人海選 他們缺嗨鼻嗎 還是什麼 我真的是算是實力的 唱兩句 好 請唱兩句 我是蝦子 你是螃蟹 我們都是海產 謝謝 等一下 讓我唱完了 謝謝 好累喔 這是妳 我們都是海產 好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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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到台詞嗎 好啦… 因為今天有吉他人要唱… 我們不可否認海產上去唱的時候 女生還蠻喜歡的 對… 全部都答應跟我交往 大家假如說參加歌唱比賽的話 認為自己最大的賣點是什麼 天啊 誰 在哪裡… 在哪裡 還有來嗎 陳薇妳要介紹她來 謝謝 謝謝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對 你啊 你自己瘋的是吧 就是大家 你自己瘋了嗎 瘋車輪餅 不是 其實有些人講我們正大瘋的人 但是其實就還是很多人講說 我是木炸大飛 好啦 那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了 是 好 我們現在要認真了 好 因為我們今天是一個 非常公平公正公開的比賽 所以我們請來三位評審喔 首先兩位呢 是我們慧如雪以及蔡敏 又歡迎兩位 大家好 兩位今天還帶我們 厲害創作歌手 你們新作品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 這一次一起合作了幾米的 那個音樂劇向左走向右走 然後雖然我 相信專輯應該塞在 對 怎麼唾唾 對啊 造型… 對啊 然後其實我之前 我記得我很久之前跟 陳柏林有 一起來上大學生了沒 就是那時候第一次向左走向右走 然後這次是已經第三次了 然後我那時候還不是女主角 我現在已經是女主角了 被幹掉了 女主角 然後她這次也 是女主角 然後我們從4月18號開始 首演會到5月底都會有 10場演出 對 4月18號在台北連續五場 然後接下來在全省 就是會有10場的巡迴演出 然後相信可以上那個 兩廳院售票系統跟人力飛行劇團 好 謝謝 真的 來 我們的評審 前面兩位算是比較白臉的評審 接下來第三位 是一個非常嚴苛的評審 是我們建林老師歡迎她 哈囉… 我演得比較黑臉嗎 沒有 你戴墨鏡看起來也很黑 對 老師現在很多舉辦這個音樂比賽 所以你覺得現在一般來講 大學生的這個唱歌實力怎麼樣 其實我必須要說是兩極話 M型 好的越好 差的越差 對 剛剛就聽到有一些 就是真的是比較那個一點點 我是夏子 李嘉賢 我們都是 有一點這個不知道怎麼評 不過因為其實我本事 這個主題滿契合的 因為我連續15年 我每年大概都會去十個大專院 校區大專評審 所以應該是見證的這個 所謂的在校園的這個比賽的 興衰史 對 發展史你都見證 對 好 接下來我們馬上就要進入 我們今天正式的比賽了 我們今天的一個五位選手參賽 我們請他們現在幕後各唱一句 然後大家憑這一句來感覺一下 你覺得誰有可能拿到今天的冠軍 然後把票投給他好嗎 好 好不好 看差誰會贏就對了 是 等一下差一下 有機會最後可以得到電影票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請這個1號選手 你唱一兩句吧 來 第一位 吃得很飽耶 好 這是1號 燃燒 接下來聽一下2號 來 蒙喔 這樣我們不要離開他 好 沒有這個意思 好 接下來聽一下3號她的歌聲 再開嗓啦 蒙古草也在嗓 好 來 接下來來聽一下4號她的聲音怎麼樣 好厲害 很有Feel耶 有Feel… 穿透力 接下來聽一下5號她的聲音 哈囉 妳好嗎 重心感謝 珍重再見 謝謝 期待再相逢 再見 謝謝了 好復古喔 應該是我同學吧 對啊 對啊 好 現在大家要來壓寶了 誰最有可能成為今天的冠軍呢 好 憶婚 為什麼選4號 因為我覺得她的歌聲就跟 很像曲婉婷 就我的歌聲音那種 那種很像 就很空 又適合唱Jazz 又適合唱Blues的感覺 對不對 很有Feel 海產 5號 因為我知道歌唱比賽的人 他在比賽之前 一定不會透露自己的 厲害的地方 所以他唱這首是有原因的 看薄 故意 我剛剛就是故意唱海產 其實我唱得其實可以更好 可是我… 自己講 所以我懂5號… 好 沒關係 我們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真實的比賽 我們成為第一位參賽者 曾經得過2012第13屆 北運獎國台語組的季軍 一起歡迎台大電機所的阿火 帶來我的歌聲禮 歡迎 有請 台大電機所的阿火 要帶來曲婉婷 聽說演唱的我的歌聲禮 歌生活後的她要如何詮釋 女性歌曲的細膩感情呢 一塊來聽聽看吧 所以我只會在一起 沒有聲音 就是唯一 柔道 你層在 我深深的腦海裡 我的夢裡 我的心裡 我的歌聲裡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还有我叔叔的脑海里 我全家人的脑海里 林忧敬 台大了 停止到 等一下啦 真的歌唱比賽耶 這是超認真的耶 對啊 我很認真的 他是台大電機所的 超高學歷的啊 沒有… 嬸神很喜歡這個朋友 對啊 還搞笑耶 沒有… 可是我發現你唱抒情歌 是用福爾摩斯 蕭敬騰的方法 有點唱搖滾的詩吼是不是 對…就是做一點層次 可能第一次用假音在 不一樣唱歌 對 層次 到後來就瘋了耶這個人 很特別耶 來 我們請問大家喜歡她的表演嗎 好 豬妹 喜歡 喜歡 我覺得她前面很投入 但後面有點搞笑 我覺得有點反差 不是在選男朋友喔 要你總監幹嘛 對啊 那我們要聽專業評審們說 娃娃 學姐 我想要就是 因為她剛剛就是有在做層次的感覺 然後可是我就覺得 裡面如果你沒有要做層次 如果你只表達你自己 最原始的自己 你什麼都不要想去唱 就是我還比較想要聽的歌 也許你想太多了 設計過多 對 了解 有時候你設計本來就是 你自己喜歡的 但自己喜歡是不是大家喜歡 未必 說不定大家會覺得很特別 請建寧老師 基本上我覺得這段表演 是有點精神錯亂 前面本來要給你90分 但後面加那一段 我就只能給你60分 為什麼有正的 表演太沒有邏輯了 如果你要的話可以開始 比方說上禮拜在華西 我們在高雄 如果你要搞笑可以 你這個邏輯就從頭開始 像有一個人說 我要為大家帶來阿嬤 阿祖的娃 本來是阿嬤 我會覺得什麼新歌 阿祖的娃 原來是阿嬤的娃 但是他全部把所有的阿祖這個名詞 都變成阿嬤 阿嬤在裡面 阿祖 那就很好玩 你從頭這個邏輯到頭到尾 但你前面其實唱得很好 我本來覺得說 這個第一個就這麼強 這算是很好 因為它的潛質 它的基本功 真音 假音 那個氣 包括它又會樂器演奏 基本上是可以很高分的 但是你後面那一段 這個是有點 算是 有 你是要練神功嗎 慾戀神功必先志功 為何志功阿火 對啊 因為我想 對 我相信就是 是我們節目的痛調害了你 沒有… 是覺得 我覺得他有受這個影響 對不對 應該有受這個影響 就是這個另辟蹊進 我想就是 我相信就是 歌唱專攻的人一定非常那個 我應該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線 掌聲先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好的 接下來的我們2號參賽者 是一個女生 她曾經得過2011年 第二屆試運獎創作組的冠軍 以及2012第19屆國北驚險獎 創作的亞軍 她的擅長風格是舒琴的民謠 今天要帶來這首歌曲是 黃勝生 平瀏海 小眼睛男孩 一起歡迎安妮的演出 輕輕脫俗女大聲 竟讓評審間促進大包 老老生活 不就是要這樣笑咪咪 泰米佑說她有一點吃醋 因為寫給我的那單曲上面也寫 寫出來 媽媽… 評審不要爭寵好不好 怎麼樣 可以評審 可以見你們嗎 我要講評 如果她在台上唱歌 我覺得我有心事 我好像都就可以告訴她 在校園民歌比賽裡面 她會得冠軍的 大學生了沒 從比賽資歷看來 安妮是位創作才女喔 不僅如此 她還為電影變身寫過插曲 閉上雙眼的時候 可說是唱作俱佳的選手 今天也帶來自創曲 要與參賽者們一較高下喔 好 聽著好有美麗 樣子好自在 我就閉上眼聆聽 她就搶起我的手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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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生活 不就是要這樣笑咪咪 太多擔心 顧及壓力 讓自己偶爾闖你哭泣 有什麼不得誰來拼拼力 拉拉生活 不就是要生自己的意 不要後悔責任自已 大膽突破自己下的句 有什麼驚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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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已經有發行是一些單曲EP了嗎 對 真的喔 有才華 那開了 真的 那已經開了 好 他是這個北校大的學生 然後這個 所有歌都是自己創作是不是 對 好有才華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創作 認真是在高中開始 不認真是什麼 不認真是什麼 接觸 不認真是國小 國小 也會寫說你是蝦子 我是胖蟹嗎 對 真的喔 那創作大概累積了多少首 100多首 好香耶 喜歡她的表演嗎 同學們 全插 男生都瘋了 男生… 都喜歡嗎 都喜歡 請問一下 為什麼都沒有人貼2號啊 不是 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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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3號 因為有關係嘛 讓我現在撕掉好不好 沒關係 但你喜歡 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其實平常聽的歌 就是有點像陳其真老師 或是娃娃老師 就是這種很舒服的歌這樣子 然後她的聲音讓我覺得就是 會想牽她的手 然後走在草原上 然後牽她的手 不要連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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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什麼 音樂好不好 非常舒服 我很喜歡 音樂所的小兵 來 發言一下 我覺得很特別就是 就是我在聽她的歌的時候 我是摒氣在聽的 可是當她… 當她就是最後一個 我覺得彈完的時候 我就覺得 突然就一震那個雞皮歌 什麼 就覺得 太棒 這什麼 什麼問題 我們還是挺專業的好不好 對啊… 還有娃娃老師覺得怎麼樣 娃娃老師 好啦 那個菜品又說 她有一點吃粗 因為妳寫給我的那個單曲 上面也寫說好喜歡妳 就是喜歡我 沒有喜歡妳 對 她沒有寫好喜歡妳 對 愛妳 對啊 聽點比較爭寵好嗎 怎麼樣 對 憑什麼 好 我要講評了… 我喜歡 就是她就是很… 就是剛剛 我不是說跟1號講說 要忠於自己嗎 我覺得她就是很忠於自己的 那個…感覺 然後她唱歌的時候 有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口氣 跟咬字 妳平常是不是不會生氣的那種人 妳會尖叫嗎 不會 對 就是她就是很溫… 不太會 很溫和 很溫柔的那種人 我們可以讓她尖叫 喂 可以嗎 可以嗎 我覺得情緒是比較平和緩 平和緩 就感覺好像 如果她在台上唱歌 我覺得我有心事 我好像都就可以告訴她 可以當朋友 對 很近的感覺 了解 又有 而且我覺得她唱歌其實很像 一隻很優雅的貓 然後站在一個繩索上面 然後很優雅的往前走 好恨心 對 因為她在… 走一走會吐出貓球嗎 沒有 太多一切了吧 不會 因為 其實她在她的真聲跟假音的控制 還有抖音的尾音控制上面 控制得非常的精準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優秀 很專業對不對 很厲害 建定老師 她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典型 就是說她是非常兩極的 你要是參加那種 電視的那種選秀比賽 你可能連一百強都進不去 但是這種是在校園民歌比賽裡面 她會得冠軍的這種 對 因為她的聲音跟她整個的風格 包括她的人 她的型 就有點像是 霧闖柯坦的那個小白兔 對 就有點好像不知所措 但是唱出來的時候 她的個人特色 她最重要的是 但是她那個咬字是很特別的 有點像類似白鞍 或是這個王若玲 她們有一種很奇怪的捲音式的 還有娃娃 對 對 她也會捲 對 所以這一罐我同村來說 她說這一罐就叫小青星 小青星 對 她是校園目前民歌比賽的王道 我們那比賽是大油膩嗎 大油膩 大油膩 摩摩程度她的這個是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那種環境不太適合這種 這類歌手 但在校園裡面 反而會讓我們這些專業的音樂 像我到學校我最喜歡這種 虛花益草 對 而且她的創作是不落俗套 我不能說再聽一首阿妹的歌 或孫燕姿的歌 所以我覺得在校園裡面 難怪她可以有很好的成績 我覺得這種的話 就是未來的發展性就是說 你要像娃娃一樣非常成功 不斷有自己的作品 然後從非主流開始經營起 我覺得會有一片天地的 所以今天安妮來 我覺得讓我們也耳目一心 稀稀的意思 對啊 安妮今天來會突然又有創作的慾望嗎 來到這樣的一個比賽 沒有 應該會有 覺得這也是個染鋼還是 沒有 沒有啦 因為染鋼 好不好 也為我們節目這個 如果你有任何有感而發 繼續傳 也寫一首 對 也寫一個主題曲給我們 叫做 叫… 就叫做 弟弟 什麼 我是阿堅 她是阿堂 不要鬧 謝謝我們 學生們 謝謝 好 在這邊先謝謝我們的安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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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接下來這個三號參賽者 是來自北藝大聚社系的同學 她叫阿康 她曾經在2008年 得過建國高中留音之心 歌唱比賽第二名 留音 2009復興高中歌唱比賽第一名 2009新生命彩虹天堂 歌唱比賽第一名 曾經也是華人星蛙大道 四十四強的選手 今天要帶來這首歌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一起歡迎 好聽耶 好聽耶 男大聲歌聲驚人 借您老師看走演 結束 這才叫雞皮疙瘩 我承認一開始你出來的時候 我有點看走演說 怎麼來一個這個 好像有點拐彎的 男生的那個聲音跟實音 是非常好的 她那種細膩 陰柔面 和女性的婉約 她也有 對 大學生了沒 光是看到阿康的得獎經歷 就知道是位高手來著 今天更是要演唱難度頗高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其他選手要小心啦 好嗎 如果我給你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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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m known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I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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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Baby I will always Love Petersweet Memories That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So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I know what you You need And I I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י Love you I will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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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來喔 阿康 請 請 好 大家要按圈叉嗎 喜不喜歡 來 真的 剛剛就投給3號的Erica 太誇張了 好強的耶 她那個轉音 然後我整個 那才叫雞皮疙瘩 其實剛剛有雞皮疙瘩嗎 剛剛雞啊 雞到爆 雞的很好 她雞到爆什麼意思 女生都好喜歡 阿康好像擅長的不只是一種歌 三歌你剛剛在後面唱三歌嘛 對不對 來一下 就是我有一個樂團 叫做炎炎益壽 然後我們有首歌叫做 Wanty Day 然後這是裡面的 台語歌是不是 台語的三歌 Wanty Day 怨天地嗎 對 怨天地 好 來 試一段三歌 忘死了 所以這首歌比較不會忘死的困擾 對 不會 大意思想不起來 意思… 不會… 台語歌來一下… 台語歌買一下 好 好 好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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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好 鄧麗君的歌也可以來一小段 鄧麗君 好 那我唱 簡卜端 李海亂好了 這個我也會 簡卜端 李海亂 沒變成 你也有跳要式思考耶 對 他的詞都會亂動 對啊 順序好像不是 我是不是唱錯 我無同身遠 無同身遠 我請求 對… 這歌名也不叫簡不斷離開 對啊 對 他剛剛說還有唱首 簡不斷離開我們想說 哪一首 哪一首啊 怎麼這麼冷門 不好意思了 淘汰 沒有… 唱得出來 大家都起來鼓掌 唱這麼多 是 建寧老師覺得如何 這是一個怪胎 我承認一開始你出來的時候 我有點看左眼 怎麼來一個這個 好像有點拐瓜粒的 而且你剛才在後面唱得 真的很不好 拐瓜粒 真的啊 那個門還沒開之前 感覺還在清爽 還在清爽 還在…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優點 我覺得也是現在有一種 有一派學手很特別 雌雄同體 其實他的那個 就是I will always love you 它是用南Key在唱 它這跟林玉泉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裡面 他的男生的那個聲音跟實音 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看他回來去唱鄧麗君的歌 唱二姐的歌 他那種細膩 陰柔面 那種女性的婉約 他也有 所以好像有兩種性別 住在他的身體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是一條學路 學識方式 方不敗 對不對 這個娃覺得咧娃 你愣住了 我覺得他應該是 就是平常一定非常非常喜歡唱歌 對 然後就是他的 我覺得他很會控制自己的那個聲帶 他會可以很大 然後也可以很小 也可以很中間 就是他平常一定很喜歡唱 就是他唱的每一首歌 都有那一首就是 就是都可以感覺得到 就是很厲害 他唱別人的歌很OK 可是我覺得他的感情 可以再投入一些些 就不一定 其實只要技巧很好 我覺得感情可以再多一些些 了解 好 又有 其實我覺得他在控制他的聲帶 控制得很好 速度很快 就是其實很多是R&B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R&B 所以那個唱法我也覺得 聽起來就覺得技術很好 可是常常R&B玩過頭了 就很有可能會有那個 回不來 會回不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在音準上面 在R&B有一些時候 可能聲帶累了 你就控制不回來 那個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謝謝我們的阿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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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四號參賽者 是來自政大國文系的劉莉 他曾經在2012年 得過第29屆精選獎 獨唱組的亞軍 以及2012師大道整 超級聲音大賽的冠軍喔 一起歡迎他帶來這首 Cry Me A River 來 超慵懶的爵士美聲 竟然價值三億元 超慵懶的爵士美聲 超慵懶的爵士美聲 竟然價值三億元 他那個臉就是很會唱歌的 真的 你看哪裡 你幫你當大道看一下 好 大學生了沒 來自政大國文系的劉莉 演唱活動邀約不斷 實力非受肯定 去華人星光大道踢館時 也有不錯的成績 這次來比賽會不會也爆獎離開呢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Cuz I cry a river over you And now you say You are sorry For being so untrue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Just cry me a river babe Cause I cry a river over you You drove me, nearly drove me out on my head Why you never shed a tear babe Remember, I remember all that you sang You taught me love was to club me And taught me you were through with me And now you say You don't love me But just to prove me that you do Come on in Cry me a river Just cry me a river babe Cause I cry a river over you Yes 來 你哭我一條盒 琉璃有到我們星光大道有PK過 成績也非常非常的好 請問同學喜不喜歡她的表演 怎麼樣奇蹟覺得 我覺得她 就像是一張彩票 彩票 要哭耶 很扁嗎 算是什麼彩票 是貢估的還是中獎的 就是她出來的時候就是一張彩票 但是她一張子 你就發現 浮鼻 厲害啦 大家聽到這裡 終於有吃到黯然銷魂飯的感覺 有 真的喔 對不對 她都聽不到怎麼辦 對…她什麼 聽不到怎麼辦 都聽不到她唱歌怎麼辦 錄下來 追她 她跟妳誰都追啊 她跟妳誰都追 多追一個有什麼關係呢 一講完都被鼓掌 好像鼓掌喔 對… 鼓掌都是被她追過的 對 琉璃請問一下 確實也因為妳的好歌聲 有很多職業的表演 都會找妳去是不是 對 就是有一些婚禮演出或是商演 像我之前就有接到迪奧的春酒晚會 對 從小就要發覺自己很會唱歌嗎 就喜歡唱歌 然後會唱歌是在接觸覺醒音樂之後 覺得自己聲音很適合 所以妳也會唱台語或是國語歌嗎 就比較少一點 對 台語歌喜歡哪幾首 就為難妳一下嘛 對啊 好 給妳為難一下 台語歌那個 這叫什麼 江蕙的那個 江蕙 不是… 剛剛有唱過 對 花花 落花聲 不是 很紅 無顏花 她每種都很紅 假蕙 假蕙 假蕙會忘記喔 好 來假蕙 預備 有一個人哪老 也還是弄該選舉 好可愛喔 確實的味道 我會陪你 會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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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 聽你說少年的時候 你有我陪你陪我陪我陪我 好 吃好 吃壞 沒辦法 有她自己的Feel 我天 萬地 也不會陪我 你會唱 我會陪你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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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你的偈奧 厲害喔 會有爵士的感覺 怎麼樣 建寧老師覺得這咖厲害嗎 對 不是這樣 有點那種曖昧挑逗的性感 挑逗 但不錯 很厲害 我覺得流利 應該是目前為止 我聽這四個我覺得 最接近職業邊緣 你再加一把鏡 你就可以上去了 但也有一個危險 所以危險就是說 你很容易誤入歧途 就變成那種 走火入魔 就是變成那種走唱歌手 我覺得這個 關乎一戲之間 我覺得我先講你的優點 我覺得說 爵士其實不好唱 對東方來說 第一個它很多的半音階的東西 升降Key的東西 所以你 基本上你沒有一定的音準 根本不可能去唱爵士 第二個是 爵士的拍子是很多的自由拍 但這個自由拍裡面 要有很多的呼應 這個今天阿咪老師彈得很好 對 很厲害 爵士嗎 其實爵士它要跟各種的樂器 之間有一種呼應 所以一般的歌手是 我唱我自己就好了 反正樂隊要跟上 但爵士 只有爵士不行 你要知道別人在幹什麼 對 對 所以這個歌手的音樂數 好像非常高 我覺得今天你演唱都很好 唯獨在 我覺得你可以再自由一點 就是說在拍子的部分 我覺得音準什麼都很好 但是拍子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再灑脫一點 因為其實老師有做一些東西 要跟你呼應 但是你沒有跟他玩 阿咪對不對 沒有 這個就變成說你在這個音樂 敬禹老師有跟阿咪老師呼應 領域的認知有沒有到那麼強烈 我覺得你是很認真 一直聽…一直學 能到這裡很好 剩下就是說 那個東西要進到血液裡面 要開笑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你要留自己的作品 不可能再去翻唱別人的歌 你看很多像Lona Jones的 都變成創作來詮釋自己的一個 音樂的生命 你就可以往上走 另外兩位評審的感覺 我們的感覺是 老師都講完了 老師都講完了 對 我只是覺得 如果可以每天聽到他的歌聲 應該是滿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為 很多人要開靶 一直開靶 我覺得他的那個長相 就是…臉的這邊 他一看那個臉就是很會唱歌的 真的 對 看哪裡 幫納豆看一下 可以唱納豆怎麼樣 口腔啊 他這邊天生 納豆口腔也很適合咬大塊的肉 就一樣 納豆哥是用另外一個腔唱歌 太一樣了 然後他就是可以張得很開的那種 但是他有習慣講話就是這樣子 比較不會動嘴巴 然後唱歌也是這樣 對 對 可是他… 我覺得他感情還滿豐富的 然後就是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張開嘴巴唱歌 也許你可以再找出另外一種曲風 不一定只是爵士 可以瘦啊 就是其他的 試試看好不好 已經讓我們覺得是非常專業 很厲害 要先謝謝我們的劉莉 謝謝 謝謝劉莉 接下來今天最後一位參賽者 來自文化觀光系的宥安 他參加2012年第24屆華運獎 創作組得過冠軍 也在2012第6屆新鮮獎 重對唱組的亞軍 他今天帶來小小心球兩個人 一起歡迎他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最後一位登場的參賽者 就是創作實力相當驚人的宥安 而他也將帶來自創曲 來找出今天的比賽喔 馬上來聽聽吧 在一個小小的心中 住了兩個人 住了兩個只是朋友的戀人 其實可愛又怕受傷害 但不愛又怕又說遺憾 我想要牽著你 我想要抱緊你 所以要共骨友情 還是擁有愛情 我想說我的星球裡 都只有我和你 可是你卻一直覺得我喜歡鬧著你 一個人的夜晚 總會讓人感到不及 我想再深對你說 我的星球沒有你 I'm boring 我需要大的勇氣 我需要很多的勇氣 我不希望它 只是一場遊戲 我 我想告訴你 我想說我的星球裡 都只有我和你 可是你卻一直覺得我喜歡鬧著你 一個人的夜晚 總會讓人感到不及 我想再深對你說 我的星球沒有你 我想說我的星球裡 都只有我和你 可是你卻一直覺得我喜歡鬧著你 一個人的夜晚 總會讓人感到不及 我想再深對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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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謝謝 謝謝又安的表演 請問大家喜歡嗎 選擇 選擇 陳輝 就是他唱歌很像那個放映機 就是他唱的每一句歌詞 你都會有一個小畫面 然後他唱完你就會覺得 因為他剛剛那首歌 就是關於愛情 他唱完你就會覺得 每一個畫面跑過 你就會覺得 你又彈了一場戀愛這樣 真的嗎 你真的超級多情感 很強耶 對啊 我們聽三民人怎麼說 同樣也是創作歌手 我覺得你一定是太緊張了 然後覺得有點太敢 然後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跟著他 對 然後而且眉毛 他說你眉毛很發達 眉毛發達 眉毛發達 就是我也不知道 他在唱R&B會一直動眉毛 而且動很快 用眉毛來處拍一次 建寧老師覺得 好 這個最後一個講評 要講一些比較中肯的話 希望你受得了 前面不中肯 我覺得育安 但是你可以是一個很好的 幕後創作人 對 為什麼 剛剛你那首歌 大家發揮一下想像力 因為你唱其實讓這個歌平調 就是說你自己沒有辦法 幫自己的創作加分 你反而讓這個創作有點 變平淡調 因為你的聲音 你的表現 跟你的渲染力 表演的渲染力是不夠的 但是你想像如果這首歌 是陳奕迅唱的話 他就有辦法為這個歌 增添更多的色彩跟生命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歌寫得很好 非常的 對 其實已經可以收入到 任何一個歌手的專輯裡面 只要他能唱 而且他不落數套 然後有一個自己的一個 我覺得你的創作其實很嚴謹 很工整 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就是說在你這個年紀 但是如果要當歌手的話 我是覺得說 那就滿大的一個欠缺了 所以要是這種這類的歌手 我可能會牽下來說 你就當專心 像陳老師一開始一樣 你就當一個好好的創作人 也要當製作人 也要當音樂總監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要去擠那個窄門 去當歌手 因為當歌手有一些先天 要接受你的聲音的魅力 跟獨特性 那個是真的不是說你很用功 去行練就可以練得來的 有些東西是先天的 你算是我們四個當中 唯二適合當歌手的朋友 原來是我跟他 什麼 童子姐 謝謝你 我還是都看得起我 是他跟納豆 好不好 說不定如果你對歌唱 雖然是很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雙頭 好不好 一起這個進行 當然這個其他幾位歌手 我們要歡迎他們 再度回到場中央 馬上宣布今天的冠軍 第一屆大學杯歌喉戰 誰是總冠軍呢 有請我們王阿老師宣布 好的 就是2號 安妮 安妮 恭喜安妮 恭喜得到我們 好 來 老師請頒獎 第一屆的冠軍 就是我們的紅安妮 已經四張 阿嬤的冒中情人電影票 好看…趕快去看 好 最後安妮拿下這個書 自己的發表感想好不好 來 好 開了 我先幫妳剝瀏海 麻麻了 好 OK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評審老師 還有作詞人跟大學生 是 然後 還有呢 然後可以去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對啦 志氣 等一下… 妳粉絲現在多少人 還好 還沒超過妳的 我還沒超過 我現在快2萬喔 漂亮… 已經超越豆哥的了 我快4萬 好 在這邊 其實我們以後會辦很多 專業的比賽 希望大學生的才華不要被埋沒 然後盡量到這個平台來 因為我們絕對公平公正公開 而且評審老師完全沒有拿錢 好不好 也通告費都沒有 有啦… 職業良心 好不好 來給這些學生一些專業的建議 非常謝謝我們三位老師 也恭喜來您 謝謝評審老師 謝謝 謝謝